俄羅斯夜襲基輔 多地戰火紛飛 烏俄戰況膠著 雙方聲稱對方損失重大 俄軍空襲不斷確保空中優勢 烏軍打造三層防空系統 烏克蘭大壩潰堤 環境危機持續惡化 歐盟提議援助500億歐元 未來4年支持烏克蘭 國際聚焦中共動向 推動與俄羅斯切割 歡迎收看新唐人新聞快報 今天是美東時間6月20號 星期二 我們的節目在播出後會添加CC字幕 如果您需要 還請記得打開 另外 如果您想瞭解更多的 沒有受到言論審查的真實消息 還請一步到乾淨世界的平臺 我們會在視頻的下方提供鏈接 首先來關注烏俄戰況的最近進展 烏克蘭官員在今天表示 俄軍連夜對首都基輔發動了大規模 和無人機襲擊 同時襲擊了其他的城市 目標是鎖定軍事及基礎設施 不過目前還沒有人員傷亡的報告 基輔市兵役處在社交媒體Telegram上發文表示 俄軍使用由伊朗製造的沙赫德攻擊式無人機 對基輔發動了攻擊 首都遭受新一波大規模空襲 空襲警報連續響了超過3小時 我們在基輔周圍空域偵測到多個敵方目標 被軍方及防空系統摧毀 基輔市軍事管理局局長波普科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伊朗製造的無人機從多個方向一波又一波的進入首都 而這是本月對基輔的第二次沙赫德無人機襲擊 據烏克蘭官員的消息 除了首都基輔 俄羅斯還襲擊了其他地方 包括南部的扎波羅熱和西部的利沃夫 利沃夫州長科技茨基在Telegram上發文說 有關鍵基礎設施遭無人機攻擊 但他沒有提及更多的細節 烏克蘭扎波羅熱軍方表示 扎波羅熱及周邊地區一度成為了俄軍 鎖定平民的大規模攻擊目標 根據烏克蘭軍方的消息 一枚伊斯坎德爾M陸基巡航導彈 也被用於攻擊扎波羅熱的民用基礎設施 烏克蘭南部地區的尼古拉耶夫州 州長吉姆也在Telegram發文說 在該地區南部揭落了三架見證者無人機 根據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的最新消息 烏軍的報告顯示 在過去的一天之內 在烏東地區與俄軍發生了35次衝突 另外一天之內 俄軍用35架伊朗製造的 沙赫德無人機發動襲擊 其中的32架被摧毀 烏克蘭武裝部隊表示 俄羅斯對烏克蘭軍隊的定居點 發動了超過72次空襲 並從多個火箭發射系統發射了36次 造成平民受傷 烏克蘭軍方還表示 俄羅斯繼續駐守 顿涅茨克地區 同時也在赫爾松南部 和扎布羅熱地區抵禦烏軍的反攻 週二 烏克蘭表示 繼續在南部前線 從多個方向展開反攻行動 而就在烏克蘭準備繼續向南進攻的同時 烏爾雙方繼續聲稱 給對方造成了巨大損失 烏克蘭政府戰略溝通中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俄羅斯軍隊在南部和東部遭受重大損失 烏克蘭將以此為衡量成功的標準 昨天 烏克蘭已經宣稱是取得了軍事進步 表示將俄軍趕出了第八個村莊 向俄羅斯防線推進了7公里 收復了113平方公里的區域 在今天的這份聲明中是提到 烏克蘭軍隊的戰略目標是解放所有備戰領土 與此同時 前線的成功不僅取決於推進 還取決於給敵人造成最大損失 並破壞其後方的防禦系統 莫斯科的說法則是截然不同 俄國國防部官員週二聲稱 在過去一天 烏克蘭武裝部隊 繼續在南遁涅茨克、扎波羅熱 以及遁涅茨克方向發動進攻 但沒有成功 並且聲稱 俄軍已經擊退了烏克蘭步兵部隊 殺死數百名烏克蘭軍人 並摧毀了坦克和裝甲戰車 在烏俄戰況焦灼的同時 烏克蘭也在加緊打造三層防空系統 對俄羅斯密集的空中襲擊進行攔截 在基輔外圍的郊區樹蔭下 隱約可以看見美國製的復仇者 防空導彈系統 這正是烏克蘭在構建的 三層防空系統網路之一 在這套三層系統中 進程是由手持獨次防空導彈 以及射程最遠5公里的復仇者導彈負責 遠程則是由射程3至80公里的 美智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處理 據路透社報導 烏克蘭國防部長顧問薩克指出 俄軍的空襲經常造成平民傷亡 其目的之一是要消耗烏克蘭的防空儲備 好讓俄軍在具有空中優勢的保護下推進入侵 根據薩克的說法 俄羅斯的策略是利用便宜的無人機 來耗盡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從去年10月以來 俄羅斯經常對烏克蘭發動遠程導彈和無人機襲擊 在今年5月更是大幅的增加了攻擊力度 來應對烏克蘭本月發起的反攻 僅在5月份空軍就報告 擊落了俄方149枚巡航導彈 399架無人機 7枚高超音速匕首導彈 3枚彈道導彈 以及11枚兩種不同類型的伊斯坎德爾導彈 薩克表示 在改革及強化烏克蘭防空能力的方面 最優先的事項之一是構建 一套三層的防空系統 基輔附近的部隊指揮官也表示 他們會全天候值班 隨時應對俄軍的襲擊 將盡最大的努力來保護好基輔 約350萬的居民 下面再來關注烏克蘭大壩潰堤 帶來的後續危機 似乎俄軍將洪水清理的工作呢 是變得更為致命 據烏克蘭總統辦公廳主任伊爾馬克稱 在辛卡霍夫卡大壩倒塌後 週二 俄軍對赫爾松的修復行動進行了攻擊 至少有一名應急工作人員被殺 另有8人受傷 與此同時 環境災難似乎也在惡化 伊爾馬克稱至少150噸重的石油污染物 正沿著地孽薄河漂流 他說在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黑海沿海 已經發現了9萬5000噸死魚以及很多海豚的屍體 他表示 污染物可能會到達地中海 並且預測至少有一半的森林會死亡 在洪水氾濫的地區使棲息著約2萬隻野生動物 伊爾馬克還表示 烏克蘭有5萬公頃 約12.4萬英畝的森林被淹沒 此前 烏克蘭農業部曾對大壩爆炸潰堤 導致洪災的事件表示擔憂 宣稱淹沒了1萬公頃 約2萬5千英畝的農田 烏克蘭衛生部已經敦促居民 不要在奧德薩、尼古拉耶夫和赫爾松地區的水域 游泳或是釣魚 上面說 在這些地區沿洪水區域的河道和海岸 設立了約40個地表水監測點 水中最危險的污染物是沙門氏菌 輪狀病毒、蟲卵和大腸桿菌 目前 烏俄雙方是互相指責 使對方導致的大壩潰堤 但還沒有更為確鑿的證據進一步證明 烏克蘭的局勢進展也令國際社會持續關注 歐盟執行委員會週二向歐盟成員國 再提出了為烏克蘭提供500億歐元 折合約546億美元的一籃字援助計劃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在週二公布了這一計劃 而500億的數字呢 是對歐盟2021至2027年預算進行審查後得出的 據知情人士透露 歐盟執委會提議的這份預算將在未來4年 為烏克蘭政府提供資金 同時也將幫助烏克蘭進行戰後重建 作為擴大歐盟預算的一環呢 週三將在倫敦舉行的烏克蘭重建國際會議上 對這一籃子的援助計劃進行討論 這筆資金包含捐贈和借款 是歐盟2024至2027年預算缺額補足提案的一部分 歐盟全部27個成員國都必須同意擴大預算後 這一計劃才能成行 不過歐盟目前正處於比較微妙的時刻 不少成員國是面臨著疲於應對疫情大流行 以及能源危機 在這個時候要求成員國拿出巨額的資金 來援助烏克蘭 可能會面臨一些阻力 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歐盟及其成員國已經批准向烏克蘭 提供了近380億歐元的經濟援助 針對烏俄局勢 外界持續關注中共的動向 在週三開幕的烏克蘭重建會議之前 週二 美國和烏克蘭高級外交官員在倫敦會面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表示 國務卿布林肯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 簡要的介紹了他在北京的會晤 以及與中共官員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舉行的會談 據米勒的表述 布林肯在會談中 強調了美國對烏克蘭經濟復蘇的支持 以及通過多機構捐助者協調平臺 繼續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昨天布林肯已經公開表示 中共對他作出承諾 從未也不會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武器來入侵烏克蘭 不過克里姆林宮表示 布林肯與習近平之間的高風險會晤 不會威脅到北京與莫斯科的關係 真的是一邊使中美要降溫緊張關係緩解衝突 另一邊呢 俄羅斯又非要綁定中共一起開倒車 那麼與此同時 週二在柏林 德國總理舒爾茨與中共總理李強 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他呼籲北京利用其對俄羅斯的影響力 阻止莫斯科的入侵戰 舒爾茨特別強調 重要的是中國繼續不向侵略者提供武器 不過鑒於中共長期的言而無信 反覆無常的表現來看 未來是與面臨失敗的俄羅斯做切割 還是一路開倒車的與俄羅斯捆綁 繼續搖搖欲墜的威權主義政權 咱們就只能是拭目以待了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新唐人新聞快報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感謝您的視頻 感謝您的視頻